六啊 再加一千 再加一千六 再加一千辅助技能强壮神速全满啊 再加一千六 师门技能 再加五百七星八卖五单有牌面五百块钱 神木连号啊 实战武器鉴定的无级别感谢辣条哥 感谢一包辣条哥 谢谢一包辣条哥啊 219亿的经验绝对够用 你怎么就能是实战武器鉴定的无级别呢 连祥瑞都没有啊 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特别想问他一句的 你配吗 鉴定无级别的人都是这种哎呀 我他妈的 那么你当时以什么心态鉴定的无级别啊 肯定直播间有很多人不服 但是我服 因为我一下就出了 直播间有人不服而已啊 他们觉得你不配 但是我觉得你太够了 宁宁配吗啊 四不像也是想要也对啊 有点没把四不像当人了啊 什么样的无级别 他这无级别 啊 保底20啊 这一这这把武器保底20 如果是法系的话应该是更贵的啊 老板老王老板是抖音刷到我的150无级别剑的视频 这去年年度 然后他就搞了18啊 太够用了 葫芦宝盆 光芒加速度 混搭啊 光芒加速度混搭 速度的话48334段宝石啊 前打前面四段 也能凑齐十段啊 鞋子的话大概能卖上一个 敏捷套就贵啊 瓶线简易加龙龟 看一下初始灵力 咋的得来个2182 我呢 武器是为了五孔 五孔的话是为了这个法术效果 那这个也没啥太大用 伤害太低了 这把武器546是不打太阳石的极限啊 1000来块钱 耳式的话能卖上一个2000 戒指的话能卖上一个5000啊 戒指的话有点屌了 戒指的话双法报一速度 关键的打了好多的新闻石 防御爆了点 速度爆了一点点 法报爆了一点点 这灵式的话能卖上一个2300 这灵式的话能卖上1200 四级的剑步如飞啊 15001400万1300万乘以个4出1250的比例啊400 这只吸血鬼反阵幸运一般相当于7技能的话是主技能是高防辅辅助啊 9技能的吸血鬼来说特别多2000宝宝装备又比较好能卖上一个啊3000给2800低防御低节战1.7 资指还行啊 再给他一个2800啊 这两只宝宝理论上如果要是一个价格的话 你们会买哪个 一个是造型比较好的金昭僧 一个是实用性比较强的吸血鬼 立批4技能零刃啊 工资1700 千元啊 选光头啊 大家还是选原值比较高的光头 1400 三恶合同高级敏捷6技能没有吸血到带吸血吗 5752宝宝的话大概能卖上一个2000 三啊 虚迷人眼高敏不是泰山还带了个法联这宝宝18 差不多啊 搭配稍微有点不太合理 法博套也不好错 他带个感知套 1800加2300加1400加2800加 2800加400加1200加2300加5000再加2000再加100加3000加2800加1000再加1000加850加3006加600加200加500再加500再加1600再加2600再加2600再加1800 老板的号本身4万多块钱过分了啊 抖音刷到你的150无级别键的视频 然后就搞了一把啊 搞了10把 一把精青 加敏捷先把10门武器10个武器回了本并且翻了三四倍 你